网络舆论可以将人活活逼死 患有抑郁症的明星也不在少数 一个女生因为没给老人让座 被剑盘侠喷到 跳楼自杀 小叶没让座的视频被大瑶公布到网上 电视里已经播上了 神秘女子拒绝让座而引发众怒的新闻 再加上大瑶在网上的推波助澜 小叶成了无数人眼中的道德伦上者 甚至遭到人物搜索 反过来大瑶因为这条热门新闻 则成了业内红人 而他的上位完全是建立在小叶的痛苦之上 而小叶的同事也不是省油灯 小叶前脚跟他对接约工作 刚走他就把小叶的工作单位曝光在网上 典型的看热闹不嫌事大 沈苏原本没把这些舆论当回事 但网络炒作的不断发酵 已经影响了他的生意 沈苏的老婆更是秘密举报了 小叶是他老公的小三 电视他也安排了所谓的专家 对这件事进行刻意的讨论 又派记者跑去小叶的母校 去采访他当年的班主任 这些行为也完完全全的把小叶推到了风口浪尖 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迫于压力他主动接受了佳琪的二次采访 与佳琪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表哥赵婷 本来小叶想通过佳琪向公众道歉 可这条视频却被大摇拒绝公开 大摇嘴上说立场不好 其实就是还没有消费完小叶 他身上还有消费的价值 这边小叶通过这次采访认识了赵婷 想雇佣他做自己的保镖保护自己 之所以想雇保镖 一方面在社会上引起了重怒 二是得罪了老板的太太陶姐 因为工资开得高 赵婷就背着妹妹和女友答应了他的请求 沈叔这里知道陶姐的所作所为后 当即就停掉了他所有的信用卡 这下该陶姐傻眼了 他连忙认错 其实沈叔本不想理这贪的烂事 但大摇的种种行为让他有点烦 他跟助手张义商量了一个好方法 让秘书约佳琪出来 假装有事找大摇帮忙宣传 并要来大摇的卡号 偷偷往里面打了笔钱 这边在赵婷的帮助下 小叶先是离开了原先的出租房 重新找了个地方 叶里抽着烟 看着网上对他的谩骂 显然这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好在有赵婷的陪伴 才让他重新振作起来